俄国近日卯足全力展示军力 先是在波罗的海及远东地区举行技能战后 最大规模的西方赴2017军事演习 引发北约盟国密切关注 俄国军方在20日又再试射一枚搭载多目标重返大气层 载具MF的亚尔斯YAS洲际弹道导弹ICBM 这也是俄军一周内第二次试射洲际导弹 据俄国塔斯社TES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战略导弹部队在莫斯科北边的普六谢茨克 Porsetsk航天发射场 以发射车发射一枚RS-24型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导弹成功击中位于勘察家Kamkettka半岛的目标 所有任务都顺利完成 俄军于10天前 12日也在普六谢茨克航天发射场发射一枚RS-24型洲际弹道导弹 不一样的是上次是从发射井发射导弹 这次则该以流动发射车发射 RS-24型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是由全俄罗斯热工程研究所 Orussia Thermal Engineering Institute研究于2010年7月起服役是以白阳 TOPO-M洲际弹道导弹为基础上的升级板可搭载至少四个配备和弹头的MV射程可达一 2万公里误差只有150公尺可从发射车或发射井发射 中时电子报